DecentralizeHK 大家好,我是DecentralizeHK,康德魏 我是Linecoin團隊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DecentralizeHK 去年6月的時候,香港通過了國安法 我們的香港夥伴,也就是真正的坑主 高崇建高先生 他就是為了避免進一步的言論審查 他提倡DecentralizeHK的活動 我們想要達到的目標就是用兩面向去解釋 第一個就是金錢上的Decentralize去中心化 第二個就是出版內容上的去中心化 首先第一個部分就是金融上的去中心化 我們就是想要利用加密貨幣去跨電這個去中心化的概念 去避免政府他對金融單位做一個個人帳戶的清查或者是凍結 那這部分高崇建先生他在香港的港媒一場新聞上面有一系列的介紹 那我這邊要比較多介紹的是第二部分 就是出版上的去中心化 那因為歷史上其實我們常遇到說 當前政府或者是統治者他對出版自由去做禁止或者是封鎖 那透過這個出版的去中心化我們可以避免這件事情 那我們想要用的基礎就是ISCN以及IPFS這兩個技術 首先先介紹一下這個ISCN 那因為一般的資本主書他都有一個叫ISBN的唯一識別碼 也就是說你出版本書的時候他後面都有一個ISCN的代表書號 那ISCN他也是類似的概念 就是你讓數位的資料比如說圖文創作或者是聲音影像 他在發布的時候都帶有一個身份證字號 那去上傳到一個去塊鏈語 那透過這樣的編碼讓他成為就是網路上唯一一個存在 那IPFS他是一個類似 BigTorrents點對點的技術 他有一個去中心發布的特性 他可以就是不會存放在一個中央的資料圖裡面 那我們利用ISCN跟IPFS這樣的技術就可以達到避免內容被創改 而且是點對點發布的各個功能 那像這樣一張就是去年這個冤狼警察跟白衣暴擊打人的事情 那這張照片他如果在網路上有存在我們的區塊鏈裡面 那就不會發生像是警察被批掉 或者是白衣人被批成黑衣人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是利用這樣的方式去達到香港的去中情話 那我們也有跟台灣還有香港兩地的一些公民媒體 還有團隊合作 比如說北大的北克的阿爾區塊鏈社 40查核中心 或是香港的立場新聞 那他這就是我們的驗證人 所以我們歡迎任何就是對這個 Decentrales Hong Kong有興趣的朋友 那大家可以加入我們的Slack 或是直接進到我們的Discord去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